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奥雷 今天带来1971年上映的 意大利悬疑惊悚电影 鬼妻目中来 每次相思病发作时 艾伦都会外出嫖妓 找一个跟王妻长相相似的妓女 并以高价将其请回家中 和一般人不同 艾伦所住的房子是一座废弃城堡 妓女感觉城堡太过阴森 因而产生了退钱的想法 直到进入艾伦的卧室 她才知道城堡就是城堡 哪怕废弃没人要了 也不是普通房子能比得了的 卧室隔壁是一间刑房 妓女这些年阅任无数 自然不会对此感到惊讶 毕竟干他们这行的 很难与字母圈的人保持距离 艾伦想当肆虐方可以 但问题是她似乎打算完真的 落铁都拿来玩 这未免也太过了吧 关键时刻 艾伦突然恢复意识 并不断地向王妻依芙林道歉 妓女以为自己逃过一劫 可没想到艾伦下一刻就拿起刀子 一刀要了她的命 由于事前做个调查 知道妓女的亲人并不在本地 再加上车牌是伪造的 所以艾伦并不用担心 警方会查到她身上 依芙林虽然早已不在人世 可艾伦却一直忘不了她 对此连好朋友心理医生理查德 都束手无策 因为就算今天把艾伦治好了 过段时间艾伦还是会犯病 万般无奈之下 艾伦只能尝试联系某个灵媒 灵媒可以施法 把依芙林的鬼魂请上来 亲自治疗她的相思病 只是没想到一见到艾伦林 艾伦便瞬间吓晕 丝毫不给艾伦林 开口与她交谈的机会 猎人罗伯特见艾伦经常嫖娼 却又不见妓女走出城堡后 猜到了些许端倪 以此为要挟 她从艾伦手中赚了不少风口费 用尽方法都治不好相思病 理查德只能建议艾伦 换一个地方重新生活 毕竟光阴岁月可以冲淡一切 搬家倒还好说 找新对象就难了 因为艾伦只喜欢依附林那种红发美女 在表哥的推荐下 艾伦结识了夜店台柱子苏珊 天生红发的人属于极少数 艾伦因此得在事前检查一番 苏珊各方面都不错 也有点依附林的影子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她便是下一名受害者 原本以为艾伦只是癖好特殊 稍微应付一下就行 结果没想到她下手竟一次比一次重 当苏珊察觉到继续下去会危险时 艾伦已将她累得晕死过去 趁艾伦摆弄正管的功夫 苏珊偷偷溜出了新房 只是无奈此举很快就被艾伦发现 城堡比较空旷 逃出去并不是什么难事 可由于对外面的路不熟悉 苏珊在误打误撞之下 逃到了花园十四内 花园是依附林和肩膚乱搞的地方 如果不是她出轨刺激到了艾伦 艾伦也不会对她下死手 十四则是存放依附林尸体的地方 受到环境影响 艾伦在追杀苏珊时精神崩溃 再次回想起依附林的背叛 随即便两眼一黑晕死过去 为了防止类似的事再次发生 艾伦请来了工人 表面上说是想翻新城堡 实际上是打算封住时事 如果是单纯封住时事 可能会引起某些人的怀疑 导致依附林的死亡真相曝光 面对表哥的询问 艾伦谎称自己很久没去过夜店 更加不认识什么苏珊 在随后的聚会中 又突然被聚会参与者 格拉深深吸引 格拉各方面都很好 艾伦不仅产生了再结一次婚的想法 用新婚来治疗相似病 格拉这辈子接触过不少男人 但从没有哪个敢向他求婚 艾伦贸然提起此事 反而激起了他的成家之心 求婚成功后 艾伦赶紧打电话向表哥报喜 既然结了婚 那就得好好经营 在钱财方面 艾伦一点也不用担心 因为光是长辈们的遗产 就有三百多万 这三百多万足够下半生衣食无忧 罗伯特动不动就监视艾伦 那是因为伊富林是他妹妹 他觉得伊富林的死有些蹊跷 但又一直找不到相关证据 无奈之下 只能以找艾伦查的方式来泄愤 艾伦知道他是个贪财的家伙 所以从未将他放在心上 某晚放在床边的牛奶 突然不翼而飞 格拉得知后 主动前往厨房再拿一杯 这本是件小事 但格拉在随口讲述时 却提起了红发女佣这个词 家里的女佣都是金发 何来红发 她们都是姑妈找的 姑妈不可能故意刺激艾伦 当然要说不可告人的秘密 姑妈确实有一件 那就是她背地里和罗伯特有一腿 当晚出于疑惑状态的艾伦 在无意之中 撞见了伊富林的身影 伊富林一见到艾伦就跑 再加上城堡外雾气很重 艾伦追了很久都没追上伊富林 每当他放弃之时 伊富林又会再度现身 按照伊富林的指引 艾伦一路跟到了花园 花园是伤心地 只要来这里 艾伦必会想起 自己的痴心换来了背叛 格拉得知此事后 怀疑伊富林没死 哪怕里查德保证了 他也依旧打算调查一番 罗伯特想知道调查的结果 于是便躲在暗中观察 稍微给点钱 目的看管就能帮忙开关 和想象中一样 伊富林的棺材是空的 看样子他果然是假死 另一边罗伯特在观察之际 突然遭到某人的暗算 被毒蛇咬了一口 没过多久 他便毒发身亡离开人世 事后那人还专门掩埋了他的尸体 像他这种喜欢监视的人 容易被盯上 毕竟幕后黑手也怕 自己的秘密被人知晓 家中的财务少了 表哥因此猜测 所谓的伊富林鬼魂 还有红发女佣 都是小偷假扮的 闹鬼事件只是个幌子 为的不过是吓唬胆小的人 让他们没理由报警而已 艾伦不知如何是好 只能向警局里的朋友求助 伊富林的尸体不在墓地 那就只能在实事里了 格拉本想再调查一番 结果却被姑妈盯上 姑妈在监视格拉的过程中 遭到了某人的偷袭 被那人打得晕死过去 事后那人还将姑妈送到保护区 让保护区里的狐狸 啃食姑妈的肉体 姑妈一死 遗产就会落到艾伦手中 另一边原本封死的时事 竟莫名被人打开 格拉正好奇之际 艾伦突然出现 将他拉出来一顿暴打 谁允许你来这里的 等警方接到报警赶到现场时 姑妈早已被啃得不成人样 因为闲得无聊 格拉戴上了伊富林的同宽假发 想要给艾伦一个惊喜 结果没想到 差点因此被艾伦掐死 还好在关键时刻 艾伦恢复了意识 由此得知 艾伦的心病并未好转 甚至还变得更加严重 以为艾伦着想为名 格拉毁掉了伊富林的画像 没有多久 格拉又一次受惊 还声称自己见到了伊富林 艾伦听后 认为这是别有用心的人 在装神弄鬼 圣怒之下 他不顾外面大雨倾盆 是要将那人揪出 时事里有新鲜的脚印 莫非伊富林的死因已被人知晓 为了验证这点 艾伦打开了时事里的密室 伊富林的尸体并未被动过 看样子是我多心了 就在艾伦准备离开之时 伊富林突然诈尸复活 看到这一幕 艾伦顿时吓得双腿发软 外面的泥土路 已被雨水弄得泥泞不堪 从上面走过 简直是要了艾伦的老命 不一会儿伊富林就追了过来 艾伦连续受到刺激 精神再一次崩溃 这次崩溃 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严重 理查德甚至还下了病危通知 既然艾伦已经丧失了 基本的行动能力 律师就只能出面宣读遗嘱 除了专门留给理查德的五十万 其余财产全部交给表哥保管 格拉只能分到城堡的居住权 野湖保护区 则归姑妈的孩子 艾伦这边还没断气 格拉和表哥二人就急着开香槟庆祝 原来他俩是一伙的 为了得到艾伦的遗产 他俩策划了伊夫林复活事件 格拉劳苦功高 配得上豪华公寓一间 闲聊过程中 格拉夸赞了表哥的演技 说表哥演伊夫林演得好 可实际上除了他以外 另一位伊夫林的扮演者 是失踪已久的苏珊 看到苏珊的到来 格拉这才发现 表哥给的香槟里有毒 趁自己还能行动 格拉憋着最后一口气 用刀子狂捅苏珊 对于二女之战 表哥完全懒得拐 反正他俩都是棋子 谁死了都无所谓 最好能同归于尽 最终二女如表哥所想 一同见了上帝 就在表哥以为 自己是最大赢家时 艾伦和理查德 突然在他眼前现身 之前艾伦求助过某位朋友 朋友建议他 如果搞不清楚状况 那就想办法假死 放弃一切 引诱幕后黑手走出幕后 幕后黑手搞这些事 绝对有他的目的 等事成之后 他定会忍不住现出真身 打斗过程中 表哥被艾伦一脚踹进了游泳池 游泳池旁有一大袋子硫酸 虽然将其倒进泳池会被稀释 但拿来发泄怨气 教训表哥 无疑是最合适的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我是奥雷 咱们下期再见